聊到嘛 他在立起的時候 其實有搭配各種不同的那種隊形 所以還是在場上比較演練一下 沒錯 因為今年的葛拉翰出賽的六場比賽 其實達到了20分以上 但是第四節夢想家得了39分 最後還是98比96 工程師驚險地收下了三連勝 周桂瑜交手的時候 所有的運翔得高分之外 就是把勇士的分數壓在80分以上 哇 桂瑜這個大吃小必須要拿下 他個人開局連得了4分 在這場比賽還沒有結果之前 林洋元佔據第一了 就看他們是不是能夠在今天結束 或是本周結束之前呢 站穩第一名的位置 這都要扮演蠻重要的角色 因為在三位洋校當中 他已經在攻防跟這個本土球的配合 應該都是最有好的 這個球最後是進到籃框了 吳俊翔 這個負面情緒 我身體是健康的 白耀誠的外線 藍框雖然照樣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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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把他全面線的這種攻擊 可以展現出來了 那今天面對對方比較高 他有沒有辦法 藍框雖然跟林智傑的合作 這個360度轉身 如果這兩次真的都壓到籃下 這個高度的差別真是滿大的 好,對方就是守區域 讓你投外線 小白這回滿爭氣的 對,這回滿爭氣的 對,這難度很高 沒錯 好,三分外線的MIX 團隊的第三個三分球 對 同時,周宇翔也進場 對 所以現在是校長 外線的桂雖 周桂雖今天 也敢出手,沒有敢去 這絕對是好現象 這回再挑戰了 然後周桂雖連續得分啊 讓對手是有些辛苦的 重新要揮了一些 能夠很快的籃底下 被MIX拿到的分數 對,但慢慢的你就要來考驗一下 到底這個勇士隊的退房 能不能每一球都那麼... 哇 桂雖現在化身為球隊的 NO.1 Shooter 關打又傳出了失誤 周桂雖又有一個快攻的機會 選擇自己上了 He play like a superstar 周桂雖 這球想要再救回來 不過被操掉 好,換你上面這邊的快攻 葛拉漢要直接上籃 對,儘管說算是小楊教的 3分半 球隊都叫他Trey Trey Graham 而且你從後場想要... 迪翔回到過去的身手 兩發都進之後24比21 洪凱傑 三分線外的失手 就好球了 接著兩天看到這一些... 再挑戰30分的表現 克拉漢 MIX 轉移到他手上 在40度角馬上回進 那時候國王隊的球迷,這個球員 幾位先發球員到達非常深刻 周宇翔在外圍跳進了3分 對,也是昨天表現非常好的分路球員之一 沒錯 那他跟惠宇仁是目前的勇士隊 在紀念球局兩位全勤的球員 這邊是小柏兩季了 其實勇士隊有一段時間 甚至讓人感覺好像放棄了傳統的空位 對 不過剛才有次的 又提到兩位球員的成長 讓他們在控制... 剪停照的潛入,發生了失誤 前面周宇翔有先跑 在一個背後傳球 給到了MIX 走走 哇哦 所以最近的 領航員正在防守 都會一旦加壓 很容易就會出現問題 而且 他們一旦利用對方失誤 就有辦法衝起來 對,第二節的開局 是一波8比2 領航員包括了 而周宇翔跟陳玉瑞 都投進了三分外線 不要投進直到 1、2 1、2 好了 三分線 出一個冷箭 哇哦 我剛剛最想要提說 還沒有進入到發球線 一下球就已經不見了 宇翔 2 哦 哦 是誰推誰啊 對,小富豪 最後的4分之一了 這代表勇士已經沒有太多 輸球的空間了 哇 可拉翻 這一個單打 打得太有默契了 所以 好像再不讓他跟其他隊友 配合一下 這打進去又再為了一點 哇 終於了 有人先開了壓力鍋 這次 叫強森拉開 嗯 這個傳球差點被操掉 再給賴庭仁是一個機會 三分線外的停 哦 加油 加油 平安 腳步 在落後期間呢 勇士隊用賽看起來是非常有效果 其中包括了賽孫夫跟強森 兩個高棍都拉出來 馬上也還野獸 這是波浪的底線2分 不久的高度哦 對於好球 野戶之後再去拉球 哇,這個精采 原本先幫文成做一個掩護 要決勝負的話 有更多的精采 是 這都是勇士隊的籌碼 高速高檔的Alec Brown 波浪 三個轉移 四個轉移 五個人都摸到球之後 波浪投進了三分 波浪在這個角度 已經練了好幾球了 上半場幾乎都是以區域防守 為主軸哦,勇士 好球被小白穿真引線成功 給了MIX 對,這一回稍微有一點就... 盧俊翔出來拿球 可樂漢巴做一個掩護三分線 外盧俊翔出手劍 盧俊翔的第一季外線 對 所以打法比較單調了一些 盧俊翔 給底線的賴庭恩 來記三分 哇 延續昨天的配合哦 也讓賴庭恩出現了難得 昨天相當激動的情緒 嗯 好,小白同樣的位置不能... 哇 哇 他在這邊已經投進了兩、三分 那今天李航元的團隊發揮 也算是相當平均哦 哇 好球 賴庭恩 哇 哇 連續 有籃板球 戴庭恩速度快 還有時間 而且時間還蠻充裕的 林智傑要挑戰 哇 大波啊 哇 哇 哇 李建柏娜 也把籃子給拿到 對 這間 目前為止三位洋相在 原隊這裡都... 這間 目前為止三位洋相在 原隊這裡都還是 算蠻秤子吧 自己該有的工作都做到哦 蜜克森的分組也許比他自己強要少一點點 嗯 一 一 一 好 這邊是 強森的手上 哇 一開始曉芙跟強森都有不錯的發揮 好整 剛剛就說到今天可能林晨會跟這格拉翰會是一配的 瑞宇 發球線後面的放球 哇 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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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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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潛入 哦 哦 凹進了兩分 對 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攻擊手段其實是... 在剛剛的四周十倍換上來 瑞宇 瑞宇 哇 哇 這是有難度的 對 其實瑞宇他在前面曾經吃過自己 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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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手球沒上來 瑞宇 瑞宇 瞄完的時間 瑞宇 這也是 瑞宇 一旦有機會進到季后賽 我覺得 令人比較擔憂 就是瑞宇 有時候他的情緒 比球員的情緒還高漲 嗯 有的時候你也 掩護之後 給握邊有點危險 被撥了一下 再拿回來 周宇翔的四周 就要三分球 哇 還做出了帥氣的手勢 瑞宇 瑞宇個人連拿了六分 到瑞宇 瑞宇超前 瑞宇 瑞宇 哇 這回葛拉翰給的時機也非常 FIX 葛拉翰 外線的投射 今天他的外線蠻準的 對 他就特別強調其實贏了 戴傑 這個人堆的運球有點危險 葛拉翰操掉之後 只有賴婷恩跟他比速度了 葛拉翰直接一條邊的上籃 對 你要跟他比速度其實 被對方打了一波11比0 對 然後又恢復區域聯防了 哇 變成13比0的攻勢了 對 葛拉翰連 還是一樣 都是 都給球都是過分的明顯 哦 三分外線 葛拉翰命中 哇 十五分的差距 對 沒有人看守李嘉堂 哇 三分外線 在對方的伤口上繼續撒藥 這邊來打勇士 基本上他們就是不會贏 對 不過這兩年可以看到 這支球隊的成長 哇 哇 文辰 就跪以抓到再回給文辰 接場的 超過於三分 哦 才能說是兩分 在場但是把這局面又穩下來 好 再交給波朗 哦 這個三分就有了 這次對勇士最普通的就 先戳一下時間 對 所以宜翔會是最主要的這個靈魂人 哇 這點球 翔真想操沒操到 反而失去了位置 翔真來一個外線 剛剛正小的 因為重新的進攻時間 應該是足夠可以再打一次 我的 好 最後翔真 差一個三分 快一了 智傑在遠邊再抓下籃板 再投一個 魏宇的三分球 哇 現在第四階 出準了進籃板球 撥出來 周宜翔拿到 前場的快攻機會 吳俊翔從右側上籃去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了 就是 剩8秒鐘 智傑 過了宜翔 前面還有密克斯 零智傑 巧籃得分 差距目前是8分 馬耀晨 接到進去 這個 炸在地板上的球 助攻給密克斯 對 但是在上半場我們看到 好 角到外圍 賴庭恩的出手 這位空間就還來得及 重要時刻 聽卡特就說 要 顧好自己的身體 是 果然是不同世代的人講話 進去野獸拿兩分 外獸拿分 但是還有一些機會 李智傑 又把球從小白手上操掉 再交給周桂宇 所有人性命中 哇 最短 可是在智傑這邊 在身為桂宇 切入到禁區 兩分 拿到 周桂宇三十二分 如果拿兩分 到底 兩分基本上你上面就不熟了 對 這絕對不會犯規讓你有 一百零 比九十七 在第四節的初期 拉開了十八分領先之後 雖然 第四節的領航員打得是有點陡 尤其他們三分外線 在這節的命中率比較低迷 整節的得分也只有 就單可愛 凌晨